农历过年的应景花卉 代表银两的银柳实质的热销 而三星地区因为今年的气候好 银柳的品质相当优良 其中还有部分农民改变销售方式 用自产滞销的方式来创造另一种商机 银柳台语发音跟银两很像 有着发财富贵的好意向 而红色的牙铃喜气洋洋大红大紫 剥去外皮荧光闪烁 财源滚滚是华人过年期间最喜欢的花卉 三星地区盛产银柳 赶在过年前采收一空 由于今年的天气相当好 银柳的品质也很好 今年三星银柳因为没有台风 所以大家品质顾得非常好 再加上今年外销的量比较大 所以相对之下留在本地 就是留在台湾的产量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价格会略为上涨 那经过多年还有农会 还有农改厂的辅导 那当然农民种的品质 相对之下一定会往上提升 精力求精 那只有好的品质才能够交往国外 那当然国外的要求 跟国内的要求不一样 国外的要求是长尺寸 那有甚至有到八尺或九尺的要求 国内大概就是以三四尺 或者是五尺为主 三星地区的银柳一部分出口拼外汇 一部分交由农会销售拼内销 部分农民改变传统思维 试着自产自销 扣掉中间商的差额 可以给民众最实惠的价格 挑选银柳基本上是颜色一定要求红 只要红其实在品质上 就先天上已经领先边 那颗粒当然是越大越好 只是说因为它有不同的品种 有不同的要求 银柳保存基本上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干燥 就是把它做干燥花 那完全不要擦水 另外一种是擦在花盆里面 那当然花盆里面必须要有水 而且要让每根四条都有吸到水 这样子才能够让它保存期限比较长 因为它在水中它也一样会发芽 就是还会在成长 那你可以看到它发芽 或者是那个花朵 那个花苞绽放的样子都可以看得到 从三尺到七尺 不同高度的银柳 可以提供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民众把银柳带回家之后 选择放水 让它继续成长 也可以选择不放水就地干燥 可以摆放长达一年 期许一整年裁员广进 宜兰新闻记者黄文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